歡迎來到姐夫食堂 我是姐夫 大家好 過來了農曆新年 是台灣草莓品質最好的時候 草莓除了當水果做甜點之外 草莓的酸香甜 也非常適合搭配雞肉和海鮮 姐夫會分享幾道用草莓來入菜 讓這美麗的草莓劑 為草莓多加一點變化 接下來就跟著姐夫一起來試試看喔 今天的姐夫食堂草莓劑 要為大家示範 泰式風味草莓薄荷松阪豬 松阪豬 泰國魚露 醬油 糖 這些是泰式醬汁的配料 有檸檬汁 泰國魚露 糖 姐夫排辣椒醬 有蔥酥 串頭碎 這是蝦米 姐夫先炒過之後 用骨質雞把它打碎 薄荷葉 這邊有一些綜合堅果 如果手上沒有 也可以用花生 這是香菜 這是一些蔬菜料 有黃天椒切絲 紅天椒切絲 小黃瓜切絲 紅洋蔥切絲 西芹切絲 當然還有最重要的 草莓 我們先把松阪豬醃製起來 這是醬油 我們加一匙的糖 加一些水 這是泰國魚露 我們攪拌一下 把湯攪散就可以囉 好 好 我們放上松阪豬 下去醃 我們放到冰箱靜置 醃製15-20分鐘 準備一個大碗 我們先做泰式的醬汁 這是檸檬汁 加點糖 緩和一下蒜味 還有辣味 這是蒜頭碎 減膚排辣椒醬 減膚排辣椒醬的做法 在影片下面有連結喔 泰國魚露 來 攪拌一下 把糖攪散就好囉 好 我們醬汁一樣 放到冰箱裡面 冷卻一下 綠了平底鍋 加點沙拉油 如果有的話 我們拿個東西把它壓著 如果沒有像這樣子的壓扒 也沒有關係 只是沖板豬會跳起來 我們關小火 然後把它煎熟 蓋一下 會熟的比較快 現在我們蓋上鍋蓋 讓它靜置5-10分鐘 好囉 差不多熟了 先嫩多汁 剛剛好 我們把切好的熟滿豬 放在醬汁裡面 這是蝦米 打成粉的蝦米 先撒一些 這是我們剛好切好的蔬菜料 全部放進去 香菜 全部放進去 薄荷葉 全部放進去 攪拌一下 有蔥酥 有蔥酥 喔 對了 要是你不喜歡吃生洋蔥 或者是甜椒 我們可以先把它稍微炒一下 再一起拌下去 好 我們擺盤囉 好 最後我們再撒一些蝦米打成的粉 油蔥酥 油蔥酥 這是綜合堅果 或者是用花生 當然 不能忘記我們最後的主角 草莓 草莓 薄荷葉裝飾一下 好不好 好了 我們今天的 泰式風味 草莓薄荷松阪豬 就完成囉 泰式風味 草莓薄荷松阪豬 完成囉 今天分享就到這裡 喜歡姐夫的影片 歡迎加入姐夫食堂 如果有任何問題 也歡迎留言給姐夫 姐夫食堂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好好吃喔 配一下炒麵 哇 松阪豬跟草莓真的很搭配耶 來吃一塊 很讚喔 有辜麵 我們下次見 在今天 政府抹潰 前面 小細小小小 餐廳 要唱